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FM0211早安电台 我是你们的DJ博园 今天是2月5号,周一 这一周呢,来到我们的过年周 对,2月9号就是我们2024的除夕了 这周就过年了 我刚刚呢,结束了我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个通告 是我们的北京某节目的录制 等播出你们就知道了 这一次录这个节目呢 胡校长我们也一起录制 然后还有在其他的节目一起合作过的歌手们 一起参与了这一次的录制 那大概率会在春天吧 春天的时候播,对,播出大家多多期待 然后这一周等我回到上海以后呢 我们快乐ACE又要再剧头了 是的,没有错 我们又要在一起过年前一剧 对,吃个年夜饭 然后各自回家过年 然后拍拍好玩的视频 过年期间给大家分享 嗯,怎么讲 今年是繁忙的一年 今年真的是非常繁忙的一年 今年从int1毕业之后到现在 基本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的 一直在轮自己啊 尤其是这个月感受最深 因为这个月呢 呃,1月,我记得我是1月4号好像是离开的上海 今天是2月4号了 我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到上海 就感觉整个人一直在全国各地流浪 然后从演唱会中段一直到现在 其实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通告 然后呢,好像也慢慢的开始感受到了自己作为solo歌手以后的工作的节奏 啊,也希望我自己的2024能够像2023这么忙 对,也或者比2023更忙也可以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把自己闭在紧一点 那接下来呢 过完年就要开始准备我们的新的项目 对,包括第二次巡回在内 那也希望新的一年呢 大家能够多多担待 对,然后新的一年也会拿出更好的样貌给大家看 好,这是我过年前的最后一次早安电台 对,当然过年前跟过年后不耽误大家吃早餐 今天是星期一的上午,得过年前呢 大家只好最后一班港 然后该吃早餐吃早餐 该好好上学的去上学 该好好工作好好工作 周一加油,周一你就是最棒的 那么我们年后见,拜拜